《岛中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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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的名向 大家民安 我是林斌 弟兄姊妹 主乐平安 我是梓山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查《旧约圣经》的传导书 我们开始查第四章 先看第一节 传导书四章一节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稀压 看那 受稀压的流泪 且无人安慰 稀压他们的有势力 有无人安慰他们 我又转念 表示传导者转个话题 开始思考人生的另一个问题 他看见社会上有人被欺压 有势力的持住有权有势 而这些特权阶级分子公然剥削平民百姓 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受压的人只能够逆来信秀 因为无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传导者面对社会的不公义 人与人之间的弱欲强食 此势凌人 一定是深深感受到势态严良 和人情冷暖 接着的两节经文 讲出传导者的心声 传导书四章二至三节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 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 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 比这两等人更强 这个不公义的现象 一定是非常之严重 令传导者羡慕那些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人 因为他们再不需要受到弃压 这种生不如死的感受是值得同情的 不过这种悲观的心态 似乎不是很符合圣经的教导 你这种负面的态度 传导者将它局限于日光之下 以前曾经讲过 义人和恶人最后都会接受神的审判 公义一定会来临 林彬 第三节的经文说 那未曾生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未解释之前 我们先看一节经文 是约伯记的三章三节 约伯记三章三节 愿我生的那日 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 当约伯身陷痛苦的时候 他三个朋友来安慰他 约伯一开口就就咒了自己的生日 我们又再看多一节经文 是耶利米书的二十章十八节 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八节 我为何出胎见牢独仇苦 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耶利米善智因为全神的信息而仇苦 所以他埋怨 为什么要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人是由父母所生 人来到这个世界 自己无得选择 所谓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来到就应该尽自己的本分 去彰显神的荣耀 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按照你这么说 未曾生的只不过是一个感叹 就好像生不如死一样 并不是鼓励人去自杀 人活在世上 如果遭受到欺压和弼白 就应该以约伯和耶利米做榜样 在苦难当中依靠神 不怕艰难去走前面的人生路 我们继续看四章四节 传道书四章四节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牢鹿 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比轮射贼道 这也是虚空 也是暴风 我又见 表示传道者由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社会的问题 今次所说的是竞争 人努力付出 取得成功 很多时在他们背后 都是隐藏着 夺取财富 领导权 权力 和地位的动机 令到人与人 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惹来疾导 结果可能是得不常失 人一生牢鹿和工作的成果 必须以敬威神作为大前提 心里面无神的牢鹿 是无意义的 不良的竞争和好胜 很容易就会令人失去理智 形成一种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难怪传道者说 这些是虚空 是暴风 我们继续看五和六节 传道书四章五节到六节 我们又看看圣经现代日本的翻译 圣经现代日本的传道书四章五节到六节 如人游手好闲 最后只能饿死 在讲完不良的竞争会带来恶性循环之后 传道者提出另外一种人 就是好食懒非 游手好闲的人 这些人注定会失败 甚至会饿死 这两种极端的态度 都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 一个懒人 不会有幸福的人生 至于努力做事的人 在有了一定的成果之后 就应该停下来休息 这样才会重申得力 继续走前面的路 一切都要适可而止 千万不要贪心 就正如第六节的经文所讲 满了一把得享安静 满了两把就牢鹿暴风 我们继续看第七和第八节 传道书四章七至八节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无疑 无子无兴 竟牢鹿不思 眼目也不以前菜为足 他说 我牢牢鹿鹿鹿 克苦自己 不享福乐 到底是为谁呢 这也是虚空 涉极重的劳苦 我又转念 表示传道者 又带我们去思考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孤独人生的虚空 你个人既无朋友 又无近亲 揭然一身 本来找够给自己洗 就已经不错了 不过他不眠不休 拼命做事 贪心成性 无论赚多少 都不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 一个典型的独家村 守财路 身边无人无物 而他最傻的就是 在讲完孤独的忧伤之后 传道者提出一个正面的教导 一起看九节到十二节 传道书四章九节到十二节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牢牢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和了 再者 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有人公性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 三股合成的城址 不容易截断 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 第九节的第一句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同第十二节的最后两句 三股合成的城址 不容易截断 是古代近东英雄史的格言 而在犹太的文献当中 三股合成的城址 被视为是神的力量 传道者在这两节经文中间 加纱了他自己个人的见解和实例 包括 彼此得益 彼此扶持 彼此帮助 彼此保护 这段经文比较淺白易明 两个人共同努力 效果一定会更加好 所谓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当面对困难的时候 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寒冷的地方 或者出外露营 两个人的体温 可以彼此取暖 如果遇到差 或者是被人攻击的时候 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单打独斗 就一定是空多吉少了 人是群居的动物 一个无家无朋友的人 孤独生存是很难的 人需要有正常的人际关系 才会有温暖 活得开心 钱可以帮我们 得到物质上的享受 但是钱不能够买到时间 知识 健康 友情 亲情平安 和生命 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就是要彼此相爱 真正的友情 就是能够在患难当中 同舟共济 互相扶持和帮助 这些是钱买不到的 全读书的第四章 总共有四个分段主题 我们查了头三个 在下一集 我们会查完最后一个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